一艘飞船在经过一处荒凉沙漠地时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神秘天坑 为了一探究竟 飞船缓缓地靠了过去 随着飞船越靠越近 诡异的一幕呈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天坑的周围布满了锋利的尖牙 不怕死的飞船依旧缓慢靠近 然而当他们越靠越近时 洞里面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为了安全起见 男人赶紧打开飞船上的照明灯 在灯光的照耀下 他们发现洞穴内壁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尖牙 看到如此情况 两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尼 然而就在灯光照射到洞穴深处时突然 一直到他的怪物忽然袭击飞船 男人赶紧驾驶飞船想要离开 无奈怪物用触脚将飞船死尖牙 拼命地往洞穴深处拖 见此情况男人赶紧开往 然而子弹打在怪物身上 如同挠痒的一门 怪物依旧死死活动 飞船不烈森水 眼看两人就要葬送怪物具 危急时刻 女人看到头顶上方的炸弹按钮 想要去按发射 但无论她怎么努力都够不着按钮 紧急情况下 女人只能解开保护自己的安全带 好在有玻璃罩的保护 女人这才没有成为怪物的联系 面对怪物的袭击 女人赶紧转身爬向不远处的飞船上方 成功按下发射开关 炸弹随即被弹出鸡汤 被弹出的炸弹在惯性的作用下 刚好掉进怪物的嘴巴里 怪物也不讲究见东西就存 女人一声令响 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一股强烈的冲击波瞬间席卷周围 飞船这才挣脱束缚 成功逃离深坑 不怕死的男人还进去查看一番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自己还差点被怪物的酸液给服侍 费了那么大劲 真是想想都气愿了 我去做这些残酷了 不怕 心 我们 行